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连三十集的Expona北美音响展报道已经完成了 我想在这第31个视频里和大家聊一聊音响展背后的故事 以及我这次美国之行路上的所见所闻 可能是因为上海到芝加哥的直飞航班比较贵 所以我选择了在东京京艇 所以我的第一程行程是从上海浦东国的机场到日本的东京雨天机场 我在东京雨天机场出站 然后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叫Anthony 我们在机场的附近吃了烧鸟 然后我们聊了他的音响计划 因为之前我们在网上已经沟通了很多关于他最新的音响计划 但是很遗憾因为他住的地方离东京比较远 无法到他家实地勘察之后再回到机场 所以我们只是很简单地在外面碰了一个面 他带我去看了书店 然后我看到了最新一期的Steosound杂志 然后我在机场对付了一个晚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机场晚上我睡觉的那个地方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要启程了 从日本搭乘航班到芝加哥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机场我还碰到了金嗓子的团队 他们有一行三人的团队 其中有一个人穿了金嗓子的这个工作服 所以我和他们搭乘同一班航班 从日本雨天机场起飞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 飞机一共要飞行12个小时 然后我发现日航的这个餐具 它的有一个细节非常好 就是他们的刀叉都是金属的 而且全中组质感 可以非常好的一个用力 然后恰巧金嗓子团队正好坐在是我的这个左前方 那你猜我有没有问他关于公放的问题 接下来就抵达了奥黑尔机场 接下来就经历了惊魂的30分钟 海关的这个官员问我三个问题 记得很清楚 第一个来美国干什么 我说看影响展 第二个准备带到什么时候 我说我把行程告诉他 第三个你有没有带食物到美国来 是没有 三个问题之后 他说你等一下 结果就被带到了小黑屋里面 说小黑屋 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明亮的房子 有一些人其他人坐在那边 就是他可能需要对你的信息进行 再次的这个 然后半个小时之后 什么事情有没有跟我讲话 就把东西交回给我 他说你可以走了 然后结果朋友就带我去 知道我肚子很饿嘛 接下来就带我去吃汉堡包 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当地的叫Kerville 一个很好吃汉堡包 比Five Guys的好吃多了 它非常juicy 我们在Shambar住的是Airbnb 在吃完 房东Vita给我们准备的早饭之后 我们就前往这个Shambar 他们叫Renaissance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er 在Expona是租他们这个场地 然后有很多层的这个宾馆的客房 还有他们的ballroom 会议室等等 整个可以说规模是蛮大的 我看了三天半 而且顺便有一个信息告诉你们 这不是开玩笑 就是在这三天半时间里面 我没有一天是能够好好吃饭的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是准备是skip 就是不吃这个午饭 第二天我想想 看到那个可我同行的小站 带了一个苹果 那我想苹果不错 我就带一个苹果 所以第二天我就吃了一个苹果 就在现场 那么这是真的 不是摆拍 是现场当然会提供这个 你如果给钱 你可以在他们的这个launch里面 或者restaurant里面去吃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消费时间了 所以我没时间 其实Exponer影响展 在我对我第一次去看的人来讲 我觉得是很新奇的 而且规模非常大 所以我可以说三天时间 都没有完全看完 还是有一些展房会skip 有些小的展房 有趣的当地的 我说我希望多花一些 比如说LinkedWiz那个展房 比如说Endo Audio这样 我希望多花一些时间 跟主持人交流 但是没有时间 实在没有时间 而且这个影响展 有一点很 和国内不太一样 就是它有很多seminar 它有很多座谈会分享会 这些座谈会分享会 一开就是差不多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那你可能如果花时间 在那边的话 你很多其他的就听不到 而这些分享会 又是你很难以割舍的 比如说像Michael Framer的 这个黑胶的这个setup 比如说有这个 怎么做房间 比如说有线材的这个长度 会不会影响 包括还有奥杜峰的 这个人的分享 有很多有趣的内容 很多朋友想让我对比美国影响展和国内影响展的一些异同 第一个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就是大代理商或者大的品牌会占据大的展房 这是一定这是一个基础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会看到大品牌会和另外一些大品牌合作 然后在大展房里面开身 不管他是开身还是不开身 比如说像Griffin他就没有开身 但是他占据非常大的展房 那么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蛮意外的 就是美国有一些小的品牌 不美国有一些大品牌 门头品牌 他居然会在很小的房间里面去 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Costellation星座 他这次和Martin去 就在非常小的展房 Fona的这个ballroom或者大型展房的这个面积比较 它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无法满足那些更多的这个品牌在大展房里面展示 一个和国内影响展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你能见到很多美国当地的音响的评论员和设计师 他们能非常心平气和地和你交流 非常主动地和你交流 没有什么价值 你在现场能看到比如说像 像Robert Harley 比如说像Michael Framer 比如说像Jason Serenas 顺便说一下 这些人都是有绝活的 比如说你像Michael Framer 他是脱口秀演员 喜剧演员 然后你知道Jason Serenas他是干什么 他是世界文明的口哨演员 和我大阪一起看音响展的是小诈 他是普都大学留学生 很有趣 我和他认识是因为立体生论坛 他正好在论坛上没问题 然后我跟他有一些互动 然后我忽然问他在哪里 原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说这个太有趣了 正好我们是都有兴趣去看音响展 所以我们搭办 去看完音响展之后 我和小扎回到了他的住所 然后我拍了三集的视频给大家看 就是小扎的系统 包括他想买一些好东西 他希望买一些经典的音响产品 比如像马克勒芬斯383 或者是威尔森的Cup 但是很遗憾 因为预算的关系 一分价钱一分货 所以买到他手的这些产品 总是有一些瑕疵或者故障 那么我说 所以现场我们有一些交流 包括怎么让他重新去设置 他的系统 因为原来是在短片 我说建议你放在唱片 然后最近我听到消息是 事情正在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的钢音单元也拿下来了 然后他的这个 有些低端的这个器材 也已经顺利出手了 我说这些好消息 所以所有的东西 在往好的方面去发展 坦白来讲 在音响展之后 我愿意和他一起赶回他的驻地 然后和他一起调教系统 的重要原因是因为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我 一样对音响有热情 而且为了这个热情 愿意付出所有 他会 把很长时间的车 到另外一个城市 看音响展 然后住在那边 然后再回去 我觉得小扎是在 很用心地玩音响 他还在很用心地去 而且他比我更优秀的地方是 他英语非常好 而且他会乐器 而且他 记忆能力 领悟能力都非常强 所以我相信小扎 如果干评论员的话 他会成为非常优秀的 音响评论员 除了小扎之外 另外一个我要感激的 是我的美国朋友 Chen C-H-E-N-G 他也是一个发烧友 他向我购买了人民的工坊 然后我给他改来电压之后 运到美国去用 他这次 他住在芝加哥附近 所以这次他主动自告奋勇 当了车夫 帮我们接送 而且他又请我们吃东西 了解美国的一些风筒 是他带我去Best Buy和Costco 顺便说一下 我们最后在芝加哥吃的那一餐 你们还记得是正宗的美国餐 就是他请我吃的 他介绍我说 这个是你临走时间 一定要吃一餐 美国的正宗的美国早餐 在吃完正宗美国早餐之后 然后Chen就送我去了中途机场 我搭乘连加航公司Frontier的飞机 赶往旧金山一路无话 可以就坐了几个小时飞机 然后直接下来 拿行李还很奇怪 到旧金山机场之后 我发现Frontier的这个行李 是在特别的一个行李传统带 居然是在国 就是international的那边出来 而不是在我想谈的 domestic国内的这个地方 在旧金山的行程 就相对比较朴素了 没有安排音响相关的内容 就是吃点东西 看一点东西 买一点东西 我去买了这个 吃了in and out 1917年的时候 很喜欢它的汉堡 这次去我感觉好像 不像以前那么juicy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印象出现问题了 还是实际上它是有素质的下降 然后还去了Costco Costco是一定要去 还去了Marshall这些店 然后看一看 主要是我觉得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可能有些商品的价钱还比 可能以前要便宜一点 但是级别和档次就是能够买的这个东西少了 就能够你看得上眼东西少了 然后美国还有中产 中产在酒店上也不错 价钱也不贵 还有就是美国既然也有骗子 我收到一个信息 你看 USPS有一个报告在你门口 什么 他们告诉我这个是骗子 不要去这个点 接下来就是回程了 我没有称作Air India 只是说我找不到 在我那个窗口 看不到这个东航的那个扳机 所以我看了临近的那个Air India 然后我带到机场的这个午饭 也是Costco里面的这个 非常出名的那个Costco可送 顺便说一下 在上海Costco买的Costco和在美国Costco买的 我感觉吃下来感觉差不多 没有什么月亮还是国外语言的这个说法 差不多说就是 然后东航飞机上人蛮多的 然后又坐了可能不知道多少小时 就回到国内顺便说一下落地的时候 我还看到谁跟我一起走 国外林 他走在我前面 我看到他 其实他是走中国人通道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前面可能有一个 他可能是VIP 所以有人帮他拧箱子 请此而已 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帮他拧箱子 没有 他没有很多的这个保镖随从 没有 就是一个人帮他拧箱子 请此而已 这个就是我在这次的美国Explorer 执行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 明年再跟我去的话 请你告诉我 晚上更多箱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